介绍一些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课程 去验证我刚刚所介绍中央光电系的一些教授 不管是教授的思维或者是课程的设计 第一个的话就是光电概论 光电概论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轻松的课 你会在大一上学期跟下学期各有一次的光电概论 那基本上这堂课是以上台报告的方式在进行 那基本上就是轮到你的时候 然后你就上台报告 那轮到同学的时候就在台下听 那这堂课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更了解 现在整个光电系到底是什么 光学到底是什么 光学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现在整个台湾的大环境有谁在学光电 光电有哪些产业 那在整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在学光电 谁在做光电 还有最后就是系上教授到底研究了哪些领域 因为这就会攸关未来在选专题或研究所 甚至是你以后在就业上的一些领域 那在光电概论上面 老师也会常常问一些 我觉得 你知道当初听起来你会觉得 莫奇妙的问题 但是真的仔细去问 然后或者是像我现在学到光学二的时候 我会真的了解 其实它背后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说 它就是那个样子 比如说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诶 夕阳又为什么是红色的 什么是黑色 假设搞不好我现在眼睛是黑的啊 那搞不好隔壁的人那个鞋子也是黑的 呃可能 你手机也是黑的 但是这些黑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那到底什么是黑色 如果是白色 诶 墙壁是白的啊 白板是白的啊 卫生纸是白的啊 你的衣服也是白的 那可是明明就看起来不一样 那到底什么是白色 又或者是有人会跟你讲说 诶 四百大概四百五十奈米的光 可能就是大约是蓝光 诶 波长真的代表颜色吗 真的有颜色这件事情吗 颜色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 呃 我在大一的时候 你会常常听到系上教授问你的一些问题 听起来他其实就是生活周遭会发生一些事情 但他们都是光 那我觉得呃 蛮感谢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课程 它其实很微妙的一个设计 让你真的知道光学在做些什么 那光学其实也是一门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学问 因为你在学一个你真的看得到的东西 它的现象真的 它的表现行为你可以看得到 你不是在学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特别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科目 又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电子学了 刚才有提到 物理永远要大于数学 这个老师 呃 他 受 呃 教这门课老师叫做吴茂尔教授 那我在大而上的时候大而下 哇 也是被他当得有够惨的 呃 当初也是觉得 呃 为什么会被当 就是你算是都写出来啦 答案也对啦 为什么要当我 为什么要把我贴掉 那可能呃 戏上他有部分人都觉得 欸 我可能很讨厌这个教授 但其实没有 就是 其实回过头来讲 呃 我很感谢这个教授 因为我现在也正在重修这一堂课 我非常谢谢这个教授 我非常认同他教的一些东西 呃 像我们平常在电子学 你就会算一些电流嘛 电压嘛 或者你会上一些电路 比如说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 等等之类的东西 他就问你说 欸 你电流值算出来一安培 那个一安培到底是怎样 它很大吗 还是它很小 电压值你算出来五伏特 它到底物理意义是什么 在电子学这门课的考试当中 如果你把所有的算式写下来 答案也算出来 恭喜你 零分 在所有的数学算式之前 一定要有物理意义 一定要有物理的推导 为什么在教直流的电路图里面 你可以把它分成直流分析 交流分析 那直流分析当中 为什么你又做这个步骤 交流分析为什么做这个步骤 为什么可以划成这样的等效电路图 这个老师他 就是 不断的强调 你一定要把你所学的东西真的能够连接到真实世界 那它的其中一项上课方式 非常非常特别 它是说 我一定要把你们被搞烂的脑袋救回来 还要去改变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期中考跟期末考前 每个人都会有一次的机会上台小考 所以在前一次的上课结束的时候 老师就会公布下一次要上台的六位同学的名字 然后也会跟你讲下礼拜要考哪一题 那这个题目通常可能老师观念交到一半 或者是老师可能甚至还没有交过这个题目 他希望你回去去自己去学习去找到一些答案 然后在下一次上课前 上课前 他就会请这六位同学上台 直接在大家面前考试 那如果 因为这些题目都是课本中的题目 如果你就是翻课本 把那个算式背起来上台写 那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被定在台上 你一定会被嘴烂 就是 是没分数的 你一定必须完好的解释 就像老师在上课一样去解释给同学听 第一个他在训练我们的表达能力 就算你写完黑板 一切写得很有逻辑 你写完之后老师会要求你解释 当你讲不出来的时候 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 讲不出一个物理意义的时候 讲的东西没法让同学了解的时候 你是没有分数的 所以他在训练我们的表达能力 我们的思考能力 还有你真的在学习一个东西 在我们过去的学习的体制下 我们很习惯 先做这一步 再做这一步 最后怎么样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学习方式 很错误的思考逻辑 你应该思考逻辑是 因为所以 因为所以 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这个上课方式 他两次小考 各占总成绩的15% 所以他会逼迫你 真的很认真的去 做这件事情去学 你没办法糊咙 而且你就在全班面前考试 你要是 你知道不好好准备 在台上 你一定会出很大的球 那这学期我在重修这件事情 我也已经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次的电子学小考 并且 我觉得我有达到老师的 就是有达到老师的要求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跟上那样的学习模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 就是我在电子学这行课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 即便即便今天我忘记电子学的所有相关知识 这样的学习方式 还有这样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是 以后我要做研究 会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 的思维 那再来是光学 光学老师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蛮用心的老师 因为在传统的教学方式 老师上课授课 学生回家复习 那考试去检验到底学生有没有学到东西 那其实在这之间 学生跟老师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互动 那老师也 你知道就老师上课教 也不知道哪里该快哪里该慢 那学生也不 学生上课在听的时候也不知道 你知道刚听到一个新的知识 你要抄笔记 你要吸收 你要去思考问题 其实这是来不及去做提问的 而且亚洲的学生通常也不提问 那 回去 玩色团玩得很疯啊 去打球啊 夜冲夜唱 教女朋友 基本上 大家也不会去复习 那考试的时候 一翻两顿眼 考得很烂 老师 你知道学生没有信心 老师教的也很没有成就感 所以 今天我们老师他做了一个东西叫翻转教师 那这个翻转教师跟 传统大家可能想的翻转教师不太一样 我们老师会先把所有的PPT做好 然后录影 就好像前面有学生一样对着电脑录影 把所有的课程交给你 就是录出录成影片 然后上传到学校的网站给我们 那我们在上课前会先把这些影片看完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听了懂的地方 听不懂的地方 或者想要抄笔记 可以按暂停 去写完笔记后重新翻看复复的听 那去真的去学习去咀嚼思考 然后嘲笑自己需要的笔记 然后他就会开一个Google表单 他要求你在上课前你要完成签到 就是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还有就是你 他会逼你要提问题 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些问题 所以老师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学生互动 去更知道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组 大概是三个人一组 那他上课就问一些非常 其实他是从我们所学的一些知识 去问我们一些问题 他常常说你们不要把问题当作理所当然 那也不要一直在想要 从别人的口中得到答案 那他会问一些很活的问题 然后让同学上课去讨论 去写出一个答案 然后把这个当作考试成绩 所以同学至今有激荡 有思考的激荡 那老师也可以透过在同学讨论时 所提出来的问题去了解到 到底同学在哪里没有学的可能很完整 或者是问题在哪里 那最后考试的时候 老师也是毫不熟然就考得很硬了 所以上课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整个课程的设计还有逼迫你去学习 那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老师就会问你 老师就会出一个题目说 可能家长小时候都跟你说 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坐离电视太近 不要坐在电视前面 因为电视会有辐射 老师就问你说 这是真的还假的 为什么 题目很简单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为什么 你要去从你学到的既有知识 去做一个分析判断 因为所以因为所以 最后给老师一个解释 那我们在每次的讨论完 就是大概 有点小考的形式之后 就会请同学上台分享 那全班做一个 脑力激荡讨论的部分 那老师会用引导式的方式 去问我们问题 然后通常都不会给我们答案 让我们去思考去学习 去寻找一个新的答案 那再来是富士光学 那这是一堂研究所的课 也是我这学期刚开始 就我这学期还在旁听的一堂课 那学期也才刚开始 所以我也不太能够去 太深入的去分享这堂课 那我当初去修这堂课 其实是因为 我的专题是选择全项显示 那学长姐是建议我去 可以旁听一下 或许会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那在这边我可能要 比较着重在介绍专题的部分 那专题其实通常我们就是 会在大二下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大一的 光电概论已经去了解了 叫西藏教授的研究领域 所以在大二下 我们会根据我们 可能有兴趣的教授 去参观实验室 跟学长姐聊天 那跟教授聊完之后 我们会去选择 我们要参加的实验室 那教授同意之后 你就会成为教授的专题生 那去进行一些 相关领域的研究 所以我选择的是全项显示 那这是我从开学到目前以来的 的专题课程 那在这个地方也比较难跟大家去 介绍 那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就是透过两道光的干涉 在底片上面产生干涉条纹 并透过绕色的方式去还原 我原本记录的光资讯 那简单一点 它就是大家所谓讲的3D 它是真的的3D 你不需戴任何的眼镜 它一个3D的影像就会呈现在我面前 那在更进阶的 可能就可以讨论到光的资讯 还有光的储存